也是悲慘的世界 是人類的悲慘 你知道嗎 全世界每一年有好幾億的手機 不要用了 但是我們要了解說 這些廢棄的手機到哪裡去 原來全部都送到非洲的加納 非洲的加納拿到了廢棄的手機之後 他怎麼處理 用放火燒 把塑膠全部燒光 留下很多的金屬 留下金屬之後 再進一次的賣錢 不過過程當中只用火燒 在當地造成相當嚴重的污染 其實當地的人 都生了很多文明病 對啊 尤其像這次三星Note7 本來它是一個主力機種 結果發生這個電池的事件 這個廢棄的手機怎麼辦 因為現在三星當然沒有宣布說 它會怎麼處理 但是要不然它就是整一整 賣給第三世界國家 他也不講清楚 對 目前它焦頭爛額 它也還不會去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說這些廢棄 全世界其實每年 大概會賣出18億支手機 大概也有4億支手機 大家不要了 要回收 對 問題是這些不只是手機 還有現在還有各種電子產品 廢棄以後怎麼辦 電器都有吧 這個就變成一個叫電子垃圾 這已經變成一個專有名詞了 叫電子垃圾 全世界這個電子垃圾 估計到2018年會有5000萬噸 這麼多 5000萬噸 85%的這個電子垃圾 目前都是去加納 很可怕 這麼大的數量 加納它也沒有什麼先進的設備 所以可以去處理這些垃圾 它就是用燒的 大家也知道 台灣早年也是燒那些電線 燒這些廢物金 可是後來我們知道說 這個空氣非常的毒 所以後來大家都知道 這不能這樣玩 對 可是在非洲那個地方 他們很窮 他們還是顧請當地的這些 小朋友或是少年 可能七 八歲到十幾歲的這些少年 就在垃圾堆裡面 這些電子垃圾堆裡面 你去找 找回來以後就是集中 就把它燒 然後去取裡面的這些貴重的金屬 去回收 他們的日薪可能不到80塊台幣 一天不到80塊台幣 對 對他們來講 可是他也沒有別的收入 所以這些小朋友很可憐 就是說他必須要曝露在這個 很惡毒的環境 這個空氣很毒 甚至連土壤都會受污染 所以這個現在是不是變成 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些小朋友你每天曝露在 這個毒空氣裡面 甚至他們發現有20幾歲的人 就離癌過世 所以這個其實是未來 整個世界都要面臨 怎麼去解決這個大問題 要不然5000萬噸的 回收量非常少 大部分就是要這樣燒 整個對地球來講 這個污染非常可怕 不過講到加納 加納其實比較有名的是 他們有很大的金山 裡面可以挖很多的金礦 不過其實也就是因為 如果當地的人要好好 用這個挖金的方式來賺錢 是不可能 聽說金礦很多 都被黑道所把持 像說大家可能看過 像這種雪鑽石這種電影 其實在非洲這種 不管是金礦 鑽石 背後可能都是一些軍閥 或者是黑道在操作 其實像加納 它是非洲第二大的這個產金國 它其實產金量很大 所以會吸引很多掏金夢的人去 特別的是什麼 在加納居然有將近1萬的 1萬人都是中國人去那邊掏金 其中很多其實都是非法移民 就是他們在當地 2006年開始開放這些中國人 過去掏金 成立了6家合法的公司 可是中間就會有引進 很多是非法勞工 可是用各種名義 觀光 或者是到鄰近國家再偷渡進去 就是很多的非法勞工 他們在 加納在2013年開始就說 我要禁止這些非法勞工 首當其衝就是中國人 因為最多 他們在2013年就遣返了4700人 但是還有更多的 可能都是非法的 當政府一說我要抓這些 這些中國人就緊張了 可能只有往 就到處躲 甚至有的躲到山裡面 沒東西吃 就是很可憐 這些勞工 其實說真的他們 勞工可能本身 其實賺不到什麼錢 他們發現說去這邊的大陸人 幾乎八成 九成都是來自廣西 因為廣西那個地方 其實真的比較窮 所以這個清朝末年 還有這個太平天國 所以到現在 他們生活條件還是不好 所以當地就會有人編故事 說到加納可以去掏金 還有人因為這樣子 對 這個身家賺到上億元 還娶妻買房子 所以很多的廣西人就聽了這些謠言 就去好像到那種人頭公司 他就想辦法把你非法移民 送到那邊去做勞工 其實日子還是很苦 那不只是說這些非法的 現在加納政府開始抓 即使是你是合法的那些公司 最近也傳出很多他們被搶 就是當地的不管是黑道 或者甚至是軍警人員 想資源 對 就是因為欺負你是外國人 你在那邊沒有任何勢力靠山 甚至是軍警帶槍 就來你的公司搜刮 所以我們是礦工 是帶槍的古裝礦工 對 所以就是這個黑道 白道 都來找這些公司 等於是看看有沒有肥羊殺一筆 這些華人在那邊也很可憐 所以怎麼辦 也只好自己買槍 買一把槍大概是5 6萬台幣 就大家也要擁槍自重 因為加納這個國家 它是可以允許民眾有槍 你只要去警察報備 有一個許可證 所以壞人都有槍 所以變成你在那邊要生活的話 你也只好買槍來保護自己 所以其實現在在那邊 被拘留的 可能還有100多位中國人 現在還在被拘留 而且他們這個如果保釋金 可能也要大概24000人民幣 大概這麼貴 所以這個其實你雖然說 加納好像是一個淘金天堂 好像可以致富 但是不小心的話 你可能連命都沒有 你可能會畫不定